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國科技在技術方面 投資在電動車應該是相當之厲害的了 所以大家聽到很多現在的 原本做了一些其他事情都去做電動車 如果電動車的話 第一件事很重要就是電池 中國在電池方面看來有很大的突破和發展 這個我們都先前有提過的 就是無論在中國它擁有著能夠勢力範圍控制到那個礦產 尤其是和Livium那個礦 和整個鋰電池的產能 你會發覺無論原材料 這些基本的基件 它都有它的壟斷在那裡的 而且甚至乎在一些領域裡面 絕對是有領先的條件在那裡 所以你看到那個電動車的市場 你看到現在中國是不少東西的 你不要看香港來去德國 好像那些比亞迪那些巴士 其實如果你看到中國大陸裡面就不止了 但是你說是不是一個全方位的領先 這個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投資在這些電動車 甚至乎想留意一下有什麼技術突破 令到哪一個地方是更加有投資機會呢 我覺得最好都要盡量知道多一點點 整個那個技術 就是究竟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 那個佈局會是怎麼樣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純粹去看新聞 有些新聞有些是作大的 有些就很低調 那不代表低調的那些是流的東西 低調的那些才是最厲害的那些東西 是啊 是啊 那這裡又回應我記得又是 幾個月前有聽眾 就想我們介紹一個叫做固態充電池的那個技術 那我記得在那一集裡面 我自己都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純粹就是比較這些固態充電池 跟我們現在用的那些會有液體電解質 在裡面的那些充電池 究竟技術上有什麼分別啊 為什麼我們這麼想追求一些固態的充電池啊 那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呢 電動車其中一個風險就是 它著火比較麻煩嘛 就是第一 電池的壽命 是不是 第二就是如果那個電池壞了的時候怎麼辦 那另外就是出來的那些安全係數 一電池壞了之後很多時候出來的火警 就很難去撲滅的 不可以用水去救的 那這些這樣的問題就令到大家是有一點點卻步啦 就是說是不是環保一點 那這個此其一啦 另外就是真的大家全部都用光了 充電的東西怎麼辦呢 接著那些東西安不安全呢 隨時有什麼意思就是說 我的車被別人的車燒了 那這個社會久不久就會見的嘛 那所以呢 就是不要只是說去追求那個 那個公司是佔有是高的 就是你當然看到那個公司的產能很厲害 那麼追到很上 但是我覺得更加重要就是你看到 哪個公司能夠把握住最穩陣的技術 那麼我覺得就是一個 就是你找一個長遠 就是能夠控制風險的投資 更加需要考慮的因素 嗯 那麼現在這家公司呢 我們引擎叫做泰南 720就WH是什麼來的? 它是KG 你可以說一下就是 它每公斤的電池可以藏多少度電在裡面 就是它 你就希望一塊越小的電池 能夠存越多的能量在這裡 所以你就能夠帶著越少的物質 來去走更加遠 那麼這個就是 就是電池能量密度越高 那麼我們就認為它出來的車的性能量越好 那麼這個就一定的了 就是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還有什麼技術 是令到那些電池的能量密度高一些呢? 你總可以就是盡量令到 那輛車的越多的電池下去越好 但是你越多就負重越多了 你無論是充了電和還沒充電 你整個都帶著這麼重的東西到處走 那麼影響到你車的性能 那麼所以大家你看到Tesla的車呢 車身呢 偏大的 是因為他還要追求有一個跑車的performance 所以他一定就是要令到那個很powerful 那輛車的能源本身要很大 是不是? 但是同時間我們也知道的 電動車你不一定只是追求它那個跑得快不快的 你如果純粹要求代步的話呢 其中一個大家都有留意到 其實在中國大陸 我們在香港看到的中國大陸品牌的 會充電的車 你就看到比亞迪那堆這樣的車 其實Mite 剛才這一節還沒開的時候 我們都談開的 其實你說如果說中國大陸電動車 不覺不覺在市場裡面 就是生意做到很大的 往往是一些你未必好聽過的牌子 你如果說那些小米的那些 還在說說怎樣去量產 有些甚至乎叫小鵬那些 可能你連車都還沒交出來 就已經不知道公司去了哪裡 那不就在恆大呢? 是的 恆大這些 是不是? 但是大家如果真的去到中國大陸你看 其實很多電動車在街上走 往往不是我們剛才說的 在香港上市圈錢的那些牌子 其中一個香港比較少聽的 但是可能澳門的人都還會聽多些 就是紐洲50那個車廠 其實一向他們做很多這些小汽車的 但是其實他們已經進軍了這個電動車市場很久的 那麼他們都做一些 那些車型比較細 比較輕便 比較容易駕駛 你會發覺現在就是 以前你就說那些人踩單車就變電單車 現在你不是駕駛那些電單車 現在是駕駛一些是一些小型的 好像一個哥爾夫球車這麼大這麼小的一種電動車仔而已 你會發覺去到那些大陸 尤其是往往不是第一線城市那些 才多這種小型電動車 所以這件事反而是比較受 真是震驚到歐美國家 就說中國大陸尤其是一些這樣的 這些小型電動汽車的發展是快到其他國家覺得望塵莫及的 它有自己的優勢 因為它人口很多 如果你說做得便宜的話 其實量產的潛力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說在歐洲 你看不見到 我自己看得到的 在荷蘭 阿姆斯特丹 都是兩座位 充電的 很小的 其實我如果在那裡住 我也想買兩家 但是我相信它不走得遠 是 通常都是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回去講科學新知的東西 那有什麼技術使用更少的電池可以走得更遠呢? 那你就要自然追求著 現在我們畫面看到這些叫固態電池的技術 因為固態電池裡面 它就不需要用到固體的 就是不需要用到液體的電解質 於是它穿起來上來 漏電短路的安全係數就會高一些 因為裡面的電解質是不會亂流來流去的 另外就是 因為它是固態 所以它一個電池搭電池的時候 可以搭得更密一點 於是在一個單位體積裡面 你可以放更多的電池組在裡面 所以就是說它的能量密度 應該可以做到更加高之餘 也可以做到更加安全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有興趣去了解這個固態充電池的發展 就是在這裡 那這裡講回這一宗 這一宗叫做泰南新能源 它就講了 台長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它這個報道 甚至是它自己官方的報道 你不知道看完你的印象 你會覺得怎麼樣? 我選一、兩段去給大家讀 給大家聽 它就講到了 720WH per kg 超高能密度全固態鋰電池的發佈 就是泰南新能源為我國新能源產業技術的送上一份大禮 接著就講到 以成為固態電池普及者為己任 這個公司是不斷推進自身固態鋰電池產業發展的過程等等 其實這些口號式宣傳你很多 就算你看回一些其他中文媒體的報道 譬如說 由一個快科技的報道指出 這個泰南新能源採用了超薄置物複合氧化物固態電解質 高容量先進正負極材料 固態電池一體化成型製程等 以製作者款車用規格的全固態鋰電池 接著就講到這個鋰電池 它用五分一的重量就能夠攜帶到相同的電量 這樣聽起來很厲害 是不是? 但是我們都知道 你看它有說什麼吹說什麼就沒有意思的 因為剛才那些字眼 無論你說到超薄置物複合氧化物固態電解質 高容量先進正負極材料 其實這些 當我們看到其他國家去發展這個固態的充電池 是一樣在用這些技術的 接著固態電池一體化成型製程 這些其實也是其他國家去做這些電池技術的時候 一直都在用的技術 我記得我們上次介紹這些固態電池的時候 我們特意拿到其中一宗新聞就是豐田的發展 豐田和另外一家公司 現在是在談及量產它們自己發明的固態電池 其實你看到這些鍵詞 我就覺得更加重要 大家看看剛才說的泰南新能源那些什麼快科技的報道 你有沒有留意它有沒有出現量產這個字? 沒有的 沒有 是不是? 好話不要聽 它說它自己是第一個能夠做到汽車級的電池 其實好話不要聽 我現在我下街買一堆不芯電出來 我將它砌一塊東西 拿你命三千砌一塊東西 砌到夠大的時候 出來的總電量就是足夠汽車用的了 我都可以說我透過買這個金霸王電芯 做了一個世界上第一個可以汽車級的用的金霸王電池都可以的 OK 問題現在就是這些東西 第一 它有沒有一個核心技術 是告訴別人它的電池是比別人其他電池更加耐用的 上次我們講的時候有提到的 固態電池的其中一個挑戰就是為什麼它有時候會叉叉一下不耐用呢? 就是它裡面的東西會變質 就開始生出了一些好像樹幹狀的這些東西 就生了進去其它的結構裡 破壞了整個電池結構 尤其是經歷了很多次的反復去充電之後就會出現這樣 有沒有一些的新技術去針對這個問題來克服這些這樣的技術難關呢? 就是那些電池反復充電之後的那個變質問題有沒有講到呢? 另外就是它面對著它那個穿刺的測試的時候 究竟它比起其他的電池 究竟那個耐用性 著火的時候去救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容易一些?能不能夠證實到這件事呢? 那我相信它是可以的 其實這件事是這樣說的 因為它始終都是固態的電池 另外更加重要就是你砌了出來 你砌這塊東西的成本是多少? 完全沒有提到這些資訊 這裏我覺得很有問題 你如果講其它的文章 我覺得行內就看門路 大家也要更加看 雖然我都不叫做行內 但是你說如果純粹是科學人的關顧的話 你都要想一下這件事怎樣可以說服我 它是更加來用才可以的 如果你說它這個東西是可以裝得更加多的能量 我是相信的 你砌得越多 你用一些更加輕巧的材料 如果甚至乎你犧牲裡面一些安全的結構 令它可以砌得更加密 那你就最後一件事出來的能量密度越高了 你有沒有不惜犧牲它的安全系數情況之下 依然能夠做到電量更大呢 那其實這個是我們更加需要關注的問題 那它沒有說是不是它做不到呢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說用一個比較critical 就是一個比較批判的角度來看 那大家就要去想這些問題 另外就是剛才有提到 它每一塊的成本是多少呢? 它有沒有說到它已經深入到量產的階段呢? 它就完全沒有 即是還不行 然後呢 有一個報導 我這裡就一時間找不回 又很有趣的 它就講到這間這樣的科技公司 這間叫做 叫什麼? 泰南新能源 就積極發展著量產的技術 但是它不是在說積極發展著 這個固態電池的量產技術 它是積極發展著其他充電池的量產技術 那就是說對於這個固態電池的量產技術 它們沒有頭緒 就是沒有寫的意思 那相比之下如果我看回日本那一篇 它就在說豐田現在真的在想和其他公司搞 怎樣在進入量產階段 就是說它們在討論怎樣把那個成本壓低了 那其實它是反而有一個比較完整 也不是說完全完整的 起碼我多一個資訊知道它裡面 是在克服一些什麼很實際的問題 所以你會在這裡看到就是說 究竟那間公司它真是落到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 那間公司真是領先多少少呢? 是不是那間聲稱自己做到第一個汽車級的電池 那個就叫做真是領先緊呢? 那我想就要小心一些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其實不只是我來小心的 因為如果你看這些這樣的新聞稿 或者我叫公關稿 其實如果不是小市民信是領導人信的 那很多很多錢下去支持的話 那這個是國家的不幸 那不是這麼說的 可能這間公司最後真的做得到的 但是原來你發覺原來把這塊錢 放在另外一個公司更快更便宜做得到的 我沒有你這麼樂觀的 看晶片那個投資 晶片是一個雞棚啦 這個顧孜然啦 但是始終有這麼說 這些電池技術相對於 對於那個精密技術要求是相對低一些 它對於那個材料技術的要求是高一些 而對於材料技術和這些化工技術 就是中國大陸它有的專門人才是 可以拿到手的人才是更加容易有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在鋰電池技術裡面 它們有它的突破是不奇怪的 但是現在我最重要的就是 我想不要說和其他外國比 你只是中國公司和中國公司比 誰真是做到第一個可以掌握到 一個符合成本效益的量產過程 我想就是更加需要在那些新聞稿裡面 找到的一些鍵盤 不止的 現在我最擔心那個不是那個成本問題 是環境污染的 是的 所以整套東西你要連起來就是 它背後的那個綠色新能源 你有這些電動車 但是電動車你將它充電 你是用什麼來發這些電來充給它呢? 你是用傳統那些污染了的能源 或者是一些綠色能源 我覺得也是需要非常關注在背後 還有這些電池用了之後是怎樣的呢? 是的 它那個recycle的成本高不高呢? 是的 這個也是 所以弄這些電池不是純粹誰能夠弄得 這個東西夠大 用一個指標來決定 破一個紀錄就叫做領先 不是這樣看的 就是你整個checklist裡面 七、八個參數一次過去看 你才能夠決定哪一個國家去擁有那個 就是這些電池技術是為之領先的 那麼我們第四節完成了 神秘的東西 第一節 那麼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 這個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何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人就去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你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我和阿幾圖